來前情提要一下 那天中午本來要去吃松山土芽羊肉 而且好友真妮八本來要來載我 但是我就假的跟他說 不行 我一定要坐公車花瓣過來 因為才有了一種過程的感覺 結果公車竟然等了一個小時半 而且到了之後竟然那天沒有營業 當時肚子真的超餓 只好冒著被取笑的心情 打電話給真妮八來跟他求救 想必你的四下無人然後一台車也來不到 沒錯 我應該聽你的話 那15分鐘後見 掰掰 太感謝了 好 掰掰 真妮八 真妮八 那怎樣你有享受到在國外的感覺嗎 有耶 其實有 但是國外還比較方便 國外的公車是準時 對 真的是 這是我們的迷人之處啊 你一個屁 看守了 因為有人不相信我的記憶 不是 你要這樣子 他想要快快樂樂的出門 平平安安的回家 我非常相信你的技術 帶大家看一下 沒有什麼特別的嘉義階級 嘉義香蕉 拍拍幾次 什麼香蕉 嘉義有香蕉 香煎 焦邊倒流 你剛才說什麼嘉義香蕉 想說哪裡香蕉 往下一站 林聰明砂鍋魚頭出發 沒錯 在室溫36度的情況下 我們要去喝一碗熱呼呼的砂鍋魚頭 我說我們可以吃剉冰嗎 他說我就是要 因為我吃的是 故事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我們流汗流德爾 就是怎麼流個起承轉 哈哈哈哈 拍子 待會見 欸 我說真的還沒還沒 不要這樣 你們兩個講完 我對不起 我們到了 終於可以吃飯了 YES 他終於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登 哇 我先來嘗嘗 我先來嘗嘗 很入味吧 喔 真的喔 這個大白菜啊 很入味很脆 它有一點辣辣 這個不敢吃辣的應該也可以吃 通常就是這個豆皮 豆皮應該也算是他們的招牌吧 對 我最喜歡豆皮 這很入味啊 欸 怎麼樣 湯頭怎麼樣 分享一下 真的是你說的有點甜 你看 是不是 我們的重頭戲還沒有吃耶 幫我們吃個魚包 可是我不會吃魚頭 還是我們請隔壁桌幫我們吃一下 好啦 我們來吃魚了啦 好的 以一個外縣市的油脂 來為我們講評 嘉義經典砂鍋魚頭 期待很久 我吃的不只是美食 我吃的是故事 故事 炸過之後的魚 然後再加上就是這樣的 有點像是去熬煮 其實我覺得它那個肉質都還蠻好吃的 如何 就是很有味道的魚肉 我很中肯好不好 哪像你都只是說好吃 喔 它藏在它的 很嫩 在挖的時候就可以感覺它非常的嫩 來給你 讓你試試看 應該還不錯吧 因為是嫩 喔 很嫩 對啊 比剛剛嫩 對啊 就是說如果像剛剛整尼巴一開始的時候 是用這些 然後這邊就是會帶點酥酥的感覺 然後它裡面如果是挖裡面的話 就比較嫩 比較嫩 但味道很像就是比他朋友那麼重 吃完了 吃完有沒有覺得自己變得更聰明了呢 有 歡迎大家來加油 一起變聰明喔 掰掰 還沒有啦 還沒有 你不要一直卡通我的話 說真的 因為他沒有看過影片 我一直推薦他回去要看一下Netflix的世界小吃 你要看一下 你看完之後你會有更有感覺 好的 因為現在吃完之後啊 除了就是滿足味啊 其實我心靈啊 也非常滿足 我彷彿的想著就是 林聰明 跟他女兒 剛出在窗裡這家店的時候 對 多麼的便手機 對 然後他女兒就是從外地 特地回來 在油浮淺那麼熱 對 炸著一個一個的魚頭 對 早上還很早出去買一些食材 你看我 整個就是吃進我的腦海裡面 婦女連心 那種啊 家庭 你也知道婦女連心 你不會說林聰明跟他女兒嗎 哈哈 就抱著原心嗎 林聰明很像是阿公耶 就他爸爸 好啦我們問到了 就是這邊的員工 來 林聰明 是第二代 第一代是阿公 然後現在是第三代 家惠 家惠是女兒 對 可以叫惠惠 謝謝惠惠 惠惠來了 惠惠好吃喔 讚喔 你們的故事很棒喔 哈哈哈哈 好啦 真理爸去接小孩啦 所以我就 自己去找豆花 而且 那個導會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這一間店的員工 人非常好跟我講說 直走 第四條 左轉 就是阿兒豆花 走吧 幸運找到珍珠豆花 很古溜的珍珠豆花 來 除了古溜之外 口感好之外 他加那個豆漿 混在一起是非常棒的 大樂店喝這個真的超棒的 今天能吃到砂鍋魚頭 我相信有把羊肉帶回去煮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口感一定會很棒 那下次阿 更期待就是 跟真理爸 在觀光市區 或者是郊區的一些景點 那我相信 如果在地人帶路 一定會更有味道 看看下次可不可以成熙 你還是要坐公車嗎 不要不要不要 直接騎我去接你吧 直接坐車 好不好 下次就直接坐車了 好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